同區你們幾個發展商都不停 這個都有幾個盤子開開呢 但我沒有想過競爭會很激烈 大家八卦齊放 差不多大家都知道那個價錢是這麼想走的 不會有太大的責任 我認為這個價錢已經是最划算的時間 是否都會等到減息之後才會推翻 十月才知道 九月、九月才知道 但我們相信大家都準備 一段時間一起開會 有些人早兩天有些人 跟著你幾個本金就可以 你覺得減息之後 對於其他發展區的樓價的走勢會如何 現在不只是找我們去看 實際上全個香港未看 實際上大家都知道那個樓市是比較合格的 但是你橫觀整個世界全國全世界都好 如果是不打仗 不會有這個打仗再一直堅持下去 我相信香港是最快最適合你 因為香港為什麼呢 香港實際上也是可以說 全球來說都是一個比較 雖然說彈遠之地 在全球來說 香港在經濟和其他方面 都是在前面三、四、四、五、四 如果等其他國家的經濟環境好快 我看見香港最快適 因為我們地方小 我們有做各的backup 我本人不知道大家 整體的看法如何 我認為香港的環境相當有信心 如果經濟打分好 去分上分 地產一定會好 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留意到 有沒有業主反應會有call loan的情況 那些樓有沒有好轉到呢 因為金管局之前都有 可能做一些可能安協的審批時間上面的安排 或者局勢 照我了解 金管局也是跟銀行開公園 當然知道金管局有公園 氣候聽到 亦都能說了 如果是叫他們和大家 都不要在這個大家困難的時間 除非真是迫不得已 但是這種地方 特別是遠的地路 正在公園的地路 希望給他們一個機會 慢慢 我本人看下 就算政府的地方 都是那個線路 慢慢發揮 那就不會 應該在這段時間 所謂call loan 但是你應該問銀行 每間銀行都說 我會代表這個大選 也有些銀行都恢復一些現金回陣做樓案的時候的現金回陣 會不會重振到准買家入市的信心呢 你問我都說 只要經濟慢慢上昏圍堵 而且政府也不可以公佈出來一大段的消息 人材已經招攬了 來投資的也有 當然投資當然是方方園的也有 主要來都是看科技 包括這些東西 但無論如何都好 無論如何都會有些大頭 我相信我剛才說 香港的經濟是二翻新過幾個地步 全世界的地方現在都還有一個困難 香港我都說應該有的 中國是有的 看著 也都是香港人都有的 自己本身的那個困難 我相信 香港是發展的機會 是快過其他地步 堅叔先生有沒有說 擔心美國減息 香港的息口都會沒有這麼快 有沒有預計全年 樓價可以有個目標的升幅是多少 你問我呢 我一直都是看好的 當然也都有各樣的看法 看好的一定要有一個條件才去看好 我認為在今年年末 明年年初 市場會慢慢復甦回來 看來 因為現在全世界都不景 你真的要回身 快手 我們認為香港是最大的機會 好 謝謝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肯定… 稍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